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來那個,我請問一下 約克,就是我補充問你一個問題 首先非常謝謝你今天講這個 尾巴衝突的這個情勢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就是講美國這邊 美國他已經在俄乌戰場 已經等於是花了大量的這個 不管是軍事援助,經濟援助 已經耗費了大量的心力 之前他們的那個國會的那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為什麼會被罷免掉 也是因為就是說錢的問題 那導致他現在去烏克蘭的那個預算 可能會被共和黨給杯葛 總之就是,那現在俄乌戰場這邊還沒結束 那以色列這邊,尾巴衝突又來了 那美國拜登又緊急援助了81 那等於是第二個戰場又開啟了 那不知道這個火要燒多久 但是你剛剛預測是說 顯然又要再 會有一陣子 尾巴衝突還會再延續一陣子 那這樣的情況下已經是兩個戰場了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是不是台海發生戰爭最佳的時機 不是 不是 那是為什麼不是 但我看來我現在 我現在越來越有一種 有一種感覺啊 就是越來越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們不需要用戰爭 用最暴力的方式 去獲得最佬祖國的完全同意 是 因為這個兩岸之間的這種實力的對比 實在是 實在是太大了 這大到幾乎就沒有可比性了 是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面 對於大陸來說 要吸取的教訓是什麼 要吸取的教訓 就是千萬不要陷入到 一場阿富汗式的 或者是一場 這種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這種鬥爭裡面 千萬不要陷入到這樣一種戰爭的局面裡 就是我要佔領台灣可能會很容易 我要攻取台灣很容易 但是你的戰後治理 你能不能獲得成功 這才是最終你能實現統一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而不是在於戰爭本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在後面的這樣一個動作裡面 你能不能獲得台灣人的配合 這又是一個 你說台灣人配合 配合 就是 中共未來的統治 統一之後的 統一之後的這種管理 你能不能配合 有沒有會不會出現這種 阿富汗式的遊擊隊 或者是哈馬斯這樣的恐怖組織 這不好說的 對不對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所有的這種 這種所有的這種希望建立在台灣人 這個欲強則貴 欲弱則剛的這種狀態 對 台灣也是有 也是有死硬派 死硬的黑熊 它固定的有一些 一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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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麼如何去應對他們 這是我們這邊 是吧 作為大陸這邊 它也需要一個考慮的問題 對 那麼在我看來 最好的手段 就是 打主人給狗看 打 蛤 打主人 打主人給 打美國給我們看 是不是 幹我怎麼自己承認自己是狗 打 打美國 打美國給台灣看 是這個意思嗎 對 OK 打主人給狗看 就是從心理上面 從根子上面 斷絕台灣的 很多人的這種迷思 是吧 因為 在我看來 台灣人最大的這種 巨統的這種 心理的這種 防線 就其實建立在 等美元 是吧 美國人回來幫我們的 美國人回來救我們的 是吧 是是是 沒錯 反正美國人一定會來的 是吧 爸爸一定會救我的 一定是這種心態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就 我就把你台灣撇在一邊 我先跟美國人幹一場 是 不管是冷戰 熱戰 又或者是 我們挑一個其他的地方 是吧 動個手 我為什麼一定要在台灣打呢 是不是 我在日本動一動 練個招 不行嗎 是吧 或者說我乾脆就在中東 是吧 咱們就開一攤 玩一下 練一下 我覺得 這比在台灣好啊 對不對 OK 所以就不還是不需要對台灣動手 啊 不是說戰略上的好時機 但是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重點是 實際執行上對台灣 根本不需要用戰爭的手動 你要說 你要說時機的話 真的 你說大陸要動手打台灣 嗯 那麼就現在就是 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對啊 我就是在問啊 任何一天 任何一個小時 任何一秒鐘 都是好時機 對不對 嗯 因為這個 軍事的這種優勢 已經是一種絕對的優勢了 嗯 在這種情況下 你怎麼打吧 你根本就沒有還手的可能性 所以說現在 如果解放軍 就中共那邊用軍事方式去解決 台灣問題的話 任何時機都是好時機 以現在兩岸的軍事實力對比 對不對 對 正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不需要用軍事的方式來解決 OK 好 說白了還是要收服人心了 是吧 武力解決不了問題的 反正如果 打巴勒斯坦打了多少年了 他收服他們那些人心了嗎 那個地方和平了嗎 嗯 對 反正如果要用武力解決的話 任何時機裡都可以 那反正 那為什麼要急於現在 現在還有政治手段的話 為什麼不用政治手段 對不對 是這樣吧 嗯 政治手段在我看來作用不大 靠北 最大的作用 打狗給 打主人給狗看 我覺得這個作用更大 更明顯 也更直接了 好 打狗 打 打主人給狗看 是最好的方式 是吧 對台灣 對 沒有必要對台灣動武 直接對主人動武 是不是 那總美會直接開戰嗎 也不太可能吧 這種戰爭實際上現在就在打 天天都在打 輿論戰不是戰爭嗎 金融戰不是戰爭嗎 科技戰不是戰爭嗎 都是戰爭的 那你們輿論戰輸得很慘 對啊 但是在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有贏 對 有的贏 輿論戰是輸很慘 但是其他方面有贏一些 不錯啦 有贏有輸啦 OK啦 對 所以說注定了 這樣的鬥爭鬥下去 我覺得 我們啊 就是我在微博上面 也發過一條微博的 美國應該說 美國他的 在世界霸權上面 有四根支柱了 是吧 就是他的 金融霸權 然後是他的科技霸權 軍事霸權 以及話語權 是吧 就是這四根支柱 支持著他整個霸權體系 相互配合 對 以美軍撤出阿富汗 嗯 以及現在的這一連串 俄烏的戰場 包括這個 新進發生的 中東的這樣一個變局 嗯 為代表 就證明了 美軍的軍事霸權 已經實際上 就已經破滅了 他也沒有軍事霸權了 嗯 摁不住嘛 嗯 你哪摁得住啊 對不對 那不是說你支持誰 誰就能贏了 已經不是這個局面了 是吧 這證明你的軍事霸權 已經被破解了 嗯 第一個 以華為的這個Mate60上市 得到了這個封搶 全球 全球媒體的關注 以及各個國家用戶的封搶 是吧 那麼多國家的領 領袖 是吧 領導人 為華為代言 是吧 做廣告 是吧 雷摩多 雷摩多那不算啊 那個純粹是一種戲劇了 是吧 但是真的有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是吧 為華為代言 是吧 為華為說話 對 這就證明了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技術封鎖 是吧 技術霸權 高科技的這個霸權 也被破 對吧 那麼現在它也就只剩兩根制度了 是吧 也就是一個話語權 一個金融的一個霸權 是吧 美元霸權 對 那我們再來看什麼時候 這兩個霸權 也被瓦解了 那就是 那這個主人 就真的 就被打倒了 好 那我們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看狗狗 會不會乖一點呢 好 那說他要跳出來咬人呢 不會啦 不會 我們很乖 我自己承認幹嘛 好啦 那我就 我就期待 就是 中美之間的對抗 中國能夠在輿論的戰場 尤其是輿論戰場 能夠 打垮美國霸權的這一天 好不好 期待 這個可能性應該 應該說很小 這個難度太大了 第一個 這個 這個首先你這個 英語這個 英語的這個 全世界的通行 跟漢語 那就完全不對等嘛 是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 這個雙方之間的建立的 這種 一種信息管道上面 在鑄牆 是吧 現在不只是大陸這邊 在鑄牆 是吧 連美國人 他也在鑄牆 是吧 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 也在鑄牆 雖然他嘴上不說 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 現在已經是放棄了這個 輿論戰場 是不是 主要針對在金融戰場 這個意思 對不對 我不認為是 不認為是放棄了輿論戰場 大陸的 沒有放棄了 就是還是還是在打 但是就主要是在金融戰場 會贏 應該說 應該說大陸採取的輿論的戰術 更多的是在平民的環境裡面 進行這種輿論戰 OK 就是通過自媒體 通過這樣一些方式 很簡單 我就宣傳大陸的這種生活 大陸的這種高鐵 有優美的風景 漂亮的美媒 還有美食 這種東西 這就是一種輿論戰 任何一個人都拒絕不了這些東西的 對吧 好 好啦 OK 非常謝謝今天約克跟我們連線 從以巴衝突 然後又講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然後再講到台灣兩岸中美之間的 非常好 我就不該回答你這些問題 我回答你的問題 估計明天起來看評論 又要被罵慘了 沒事 你就是說不來不同 居然要拉主人給狗看 我估計不少人要罵我 居然敢當那個 居然敢當微博的博主 也是出來外面混的 就沒有在怕這個 出來外面混的還怕這個嗎 我每天都被罵 我哪有白刀 本來就是好不好 你就準備被罵吧 你知道我從開直播的第一天 我每一集的主題 觀眾都說幹 講這個主題不好 還不如講那個 每一次都這樣 我每一次做街訪 觀眾都說幹 做這個街訪沒有意義 但是我都不管他們 我還不是照做 還不是走到今天 對不對 好啦 好啦 OK 非常謝謝約克跟我們連線 好不好 祝你晚安 好 拜拜 好 非常謝謝這個約克跟我們的連線 講這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來 我來謝謝這個 微信的懂那些 約克如果巴以短時間不停站 下一個是朝鮮還是賽爾維亞 好不好意思 約克已經下麥了GG了 好 那個今天臨時的直播就到這邊 喔 線上人還蠻多的 那今天臨時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Everybody have a nice Dream OK 大家晚安 拜拜 再見GG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